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現在各界摩拳擦掌 開始來備戰了 好 比起這民進黨的候選人 定於一捐 國民黨卻呈現了多人要來角逐 現在也傳出來說 國民黨的二零二四 可能會比較去年的九合一 大選模式不正式來做初選 以內部的民調來進行協調之後 再由黨中央進行徵召 這步步唯一就怕是 關鍵的提名機制出錯 恐怕就跟總統大衛失之交臂 新春新氣象 新北市長侯友宜 和中央氣象局長鄭明典 一起啟用中央氣象局新北園區 事件進度 按部就班 備戰總統大衛卻遲遲武動進 黨內傳出可能比照 去年九合一大選模式不正式初選 侯友宜的態度曖昧不明 還是老話一句 猴猴做代計 強棒人選遲遲不表態 比起民進黨候選人定於一尊 國民黨卻呈現多人角逐 黨內的提名機制變成只剩關鍵 記起二零一九年黨內初選內戰的 那這個由於黨中央的一些的 做法 食物害得我們二零二零大敗 所以我們希望黨中央不管用什麼方式 要提出一套的總統能夠讓各界 想參選的人能夠大家都能夠福氣 記起二零一九年黨內初選內戰的 教訓 國民黨要選擇最佳方案 延續九合一大選勝選氣勢 面對外界各種揣測黨內口徑一致 只先討論三月南投立委補選 拉長戰線 現階段我們還是聚焦在三月四號 南投的立法委員補選 在補選後 黨中央才會開始進行 相關作業 但是推出最強的人選 就是我們的唯一共識 不同於二零一九年的提名機制 國民黨考慮以內部民調進行協調後 再由黨中央徵召 步步為營就怕錯誤的提名機制 會和總統大位實質交臂 記者劉田葉志雄 新北報導